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阿子 今天我會分享剪頭髮的幾個發言給大家 展台會有阿sir的示範 他是Rington 歡迎阿子 在剪頭髮之前 我們先要上一個圍布 但我們會有一條圍頸子 圍頸子的髮碎摺到衣服 可以保持接觸 不要把圍頸子圍到 因為另一個人用完 有些接觸者接觸完後 便會用另一個圍頸子 圍頸子就是這樣用 圍布就這樣擺上去 擺上去輕輕扣著 然後把圍頸子放在上面 便完成了 好 接著我們打開Model的頭髮 看看它是怎樣的樣子 因為先前的時候 我們會摘起頭髮 然後放下來 我們會看看Model想怎樣的 頭髮都比較平常 好 另外我們會有這樣的髮夾 類型的圍頸子 主要是紮上大圍頸子的頭髮 我們剪頭髮的時候 就要把頭髮紮起來 我們剛才可以用大圍頸子夾著它 如果用來分尺頸子 我們可以用尖嘴夾 可以用來分尺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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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部分就差不多了 可以開始 可以開始 我們頭髮就剪完了 可以看看我們怎樣射除這條圍頸子 可以用來分尺頸子 通常會打開 裡面有一個圍頸子 但打開的時候 我們不要全部拿走 所有的圍頸子 留在一半滿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吸髮器 會吸走那些髮髮 然後慢慢去打開那個圍頸子 將黏在頸子的髮髮 我們都可以吸走它 如果有些痕痕 我們可以用粉掃 這樣打開它 但要注意 如果衣服比較深色的時候 你會留一些索身分 這個要小心 好 好 圍到我們可以拿走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轉過來 然後我們手上 就有這個圍頸子 看到它如果面上有些頭髮碎 然後呢 我們可以這樣鎖一下它 這個圍頸子呢 輕輕斬抹 這樣就把它放在地上 都可以了 因為它跟著會塗地 OK 可以慢慢打開這個圍頸子 留意一下 不要有些頭髮碎 在身上揉摸 OK 最後呢 我們就再檢查一下 這個髮型 然後給鏡子 照一照的樣子 看一看 通常我們先放在後面 這樣就是看 好不好 這樣 然後呢 在前面呢 放在這裡 對吧 給你看一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 OK 好 今天 準備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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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